有没有把我写完的 包含就是说我有做一些 import 的动作 这边也许可以把它写在这边 有些其他的可能比较重要 Hello 刚刚这一行我也写在这里 所以你如果实在是记不起来的话 也可以把它稍微复制贴一下 不过最好这个还是 你自己要做一些笔记 不然的话以后你自己找不到 这很麻烦 你光差一个地方其实 就会差的非常多了 而且你网络上搜寻看看 我印象中这些东西 真的还蛮少有人分享的 即便有人分享 好像也分享的 感觉就是烧不到氧醋 感觉奇怪 讲半天最后好像都没有 都有都还是用自己的那一 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一套方法 那我自己是整理出一套 我是觉得还相对简单的 那当然我会比较一下 就是Jungle跟以前的那种 动态网页技术到底差异 因为动态网页技术主要 需要的大概就是这一些 方法就是第一个 你要怎么跟使用者之间 做取得资料 其实就是request 所以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一定会有个request 然后或者你也可以对应到一个方形 叫http request 你也可以从使用者端request一些东西 如果是用get就是UIL 你可以get一些参数 或者你用配有一个post 所以这些好像都固定的 无论哪一种动态源 它都会有这些东西 然后最后的话 如果你要跨网页可能会有什么cookie 或section 这些可能会需要会用到 然后再配合一个database 其实就可以变出很多的花样出来 ok database的话 当然你可以选择用之前交过sicle line 然后也可以把它挂在上面 只是挂的方法 它有提供一个它的方法 不过我是觉得它的方法 有些如果比较不好用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我自己比较习惯的方法 只要它能够run就可以了 反正它基本上第一个 它一定可以runpython之前写过的东西 而且完全相容 前提是完全一模一样 等于是你基本上不用改太多地方 那再来的话 它里面也提供 就是让你建database的功能 不过我刚刚讲过 并不太好用 所以我们可以用之前教过的方法 也可以建database 只是说那个路径 你要告诉它放哪里 我们只要知道那个database放哪里 我们就可以用之前讲过那些方法 去存取database 或者你要去存取myseql 也可以挂上来 这没问题 所以它提供蛮多的方法 另外的话 再来就是如何开启外部的IP跟POR 也就是我们刚刚执行的话 一定是127.0.0.1 而且8000 如果说将来你要能够让别人 比如说你现在就一个server 你假设你把server弄起来 你要给别人用的话 你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先知道你现在的IP位置 是多少 所以我刚刚直接用什么 window chain加一个R 然后打一个IP卡或者其他方法都可以 知道我的IP位置是这一串 那我就把这一串怎么样 把它 特别说以后如果说你要能够让别人run的话 第一个你可能要记得我刚刚有提过的 就是你要能够在那个什么 这个什么 setting里面 你要记得把这边加一个这个 有没有 allow the host 就是外部的那个网站也可以连进来 第一个一定要做 如果没有做它也是连不进来 因为等于是防火墙挡住了 它没有开放 OK 那第二个要做什么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如果你将来呢 要能不要是127.0.0的话 你就是run的时候 run这个test jungle的时候 我们本来是runs 直接就run它 对不对 如果说你要能够run的IP位置不一样的话 那你就run底下有个什么呢 这个设定 你就在执行的设定的话 你就只要把它改一下就可以了 改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就是按右键 我们刚刚是runs 那你就把它run之前先run一下设定 然后呢 它这边在man的页面隔壁 那边有一个相关的传参数的部分 arguments 然后你可以 它预设是run什么 预设是run server 其实它run就是 就帮你打一个指令叫run server server run抢 预设它用那个IP 我们其实只要怎么样 在后面跟它讲说 我run server的IP位置 不是在预设的 是在这个IP 而且po号的话呢 如果我指定在80的话 你可以给一个 或者其他po号也可以 如果那个po没有关掉的话 你可以直接run 最后run完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结果呢 应该就可以看到 就这一个 那你可以在这边把它copy一下 并且在这边 假设我不要run这个 我就 不过贴到前面 假设我贴到前面 然后叫hello2 一个IP位置 加po号 Enter看看 OK 其实OK 不过 如果你要测试看 别人能不能连进来 不过好像 我们会跳一个防火墙警告讯息 但是因为要打开防火墙 好像要输入那个 就是管理者的密码 所以你们等下可以试试看 应该互相连连看 如果可以的话 画面先还给各位 就是让外部也可以连接 并且修改那个IP位置